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慈济美国总会与近日举行记者会 介绍慈善音乐会 并宣布已展开海轮飓风的赈灾行动 记者会上徐景纯与抒情音乐家李哲音出席 为慈济美国2024慈善感恩音乐会宣传 徐景纯回忆起921大地震后 随慈济赴美募款的经历 并赞扬慈济义工的长期奉献 两人还现场表演了天顶的月娘啊 李哲音也读揍了台湾原住民的民谣 令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我这次再回到美国来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看见慈济跟慈济人 真的是数十年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 一直走到了现在 一直在体现跟付出跟奉献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善行跟爱 和追求真善美的一个精神 是把这个整个地球村真正连结起来的一股力量 慈济美国总会执行长曾慈慧表示 慈济扎根美国35年持续提供慈善 医疗等服务 他强调 志工已深入海伦飓灾区进行勘察 并计划尽快启动震灾发放计划 为灾民提供生活物资与心灵支持 帮助他们早日重建 我们举办这一场爱心音乐会 最重要是把大家的爱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把它连接起来 在会上多位嘉宾支持慈济的赈灾行动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副组长江岳秀 与中华航空公司代表都表示 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慈济的慈善工作 中华航空还现场捐赠机票 鼓励更多人加入赈灾行列 帮助受灾民众度过难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